再来的话,刚刚提到208实境位的换算 也就是里面它底下会有几个总共题目 我们来看,输入一个,两个,它有两个输入 其实如果你想要测验的话,测试的话 接下来输入13,假设13结果如果为低的话 或输入8为8的话,那应该基本上就算是 很接近的,执行来看一下,那执行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重来一下,执行,那底下的话呢,比如说我输入13,Enter 它会输入低,那再执行一个 如果输入8,Enter,出出结果是8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是 输入的词,假如是大于9的话 比如说10,11,12,13,14,15的话,那才要转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也蛮清楚的 那也就如果它的输入的那个值不是 刚刚讲的10,11,12,13,15的话 那就等于是照原来的输出,比如说输入8,就输入8 输入9也是这样输入9 OK,那当然呢,它这个地方一样没有房呆 所以你不能输入,我输入17,很抱歉,没有 它一样输出17,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做,首先的话一样,一个输入,所以我们一个输入 所以以后也许你可以把它写成固定的 只要看到一个输入,刚才就叫a a等于input 那如果呢,输入那个值,假如是数字的话,那记得一定要转型 那转型的话呢,你刚才就记了,用evo就好了 OK,用evo这个函数 那假如说呢,它这个地方输入的值不是数字的话,记得就不要转了 像刚刚那个加减乘数,我没事不要转一转把它错掉 OK,好,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再来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一定是evo evo什么状况,我们要去把它判断出来呢? 总共的话,我要判断,基本上就是 10,11,12,13,14,15 那你可以15,14,13 或者是颠倒也OK,我这边的程式刚好颠倒 它a里面是不是等于15 那你可以从10开始,没问题 OK,10,11,12 那我这边是反向的 那如果它if a等于15的话,那printf 那另外的话呢,一样把这两行复制 贴过来之后,前面加一个l 然后呢,把它改成14的话,变成1 那1是类推了,所以你就是13变成D 12变成11,12是类推了 最后10,然后变成a 那最后记得加一个else 如果说今天假如说它不是上面15到10这个range的10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这个地方我就把它输出它原来的,就是printf a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其实这一题 a如果不转型 其实另外假设,如果你假设a不转型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看,如果a不转型的话 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只是说你底下变成 如果a等于input,你外面没有加那个evil的话 那变成你可能要这样子 a等于15 a如果等于15的话,因为你没有转型的话 那变成你底下这些呢,全部都要加 把它用那个文字来做这个比较 ok,也是可以的 可是你想说,那哪一种比较简单 其实你会发现,当然应该是前面这个方式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只要转,后面就不用加双引号嘛 如果双引号的话,变成你要加了六个双引号 这样加起来好像看起来比较复杂 不过其实差不多啦 只是说你要懂得,如果你是输入是文字 那你就用文字比对 那输入假设转换成数字,那你就用数字比对 你千万不要说,你把它转了之后 你又用文字来比,那一定是错误的 所以我常遇到同学错误的都是 那个形态没有注意啦 不过说真的,这对一般来说也是不太容易 因为你们以前假如没有经常写程式的话 这方面的训练跟这方面的素养应该是比较没有的 可是如果你慢慢写程式写久了 你这方面会非常非常敏感 有没有,像我一看后,你就不OK 马上就知道说错误在哪里了 那这种错误不是说只有在程式里面会出错 在Excel里面也常常出错 尤其Excel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OK,比如说你怎么判断说你输入是文字不是数字 在Excel里面 其实至少可以从几个地方看出来 第一个,如果你输入的数字,你加个零 零五,它居然会 零不会去掉的话,那表示它一定有文字 第二个的话,除尘格的左上角一定会有三角 有一个三角形的小标签,是绿色的 它就告诉你说小心,这边这个资料是文字 第三个,如果对齐方式,假如是扣阻对齐的话 那你要小心,如果扣阻对齐,通常是文字 有些人其实没有特别注意 那就因为你输入的是文字 结果你之后比对的时候用数字来比对 那最后一定是出错 OK,这是还蛮常容易遇到的状况 因为我刚好经常 两边课程其实我都有教到 因为我经常看到同学出错都是错在这个地方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这个208的部分 试着把它完成 OK,那其实逻辑上差不多 那其实基本上就考你这种多重逻辑的判断 那也有点像是反正以后你的工作里面 不外乎就是多重逻辑 甚至逻辑里面还有逻辑 有没有,一个多重逻辑里面还有多重逻辑 有没有可能有啦,常常会出现 OK,好,那208完成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那个210的部分 OK,210这个三角形判断 三角形判断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样 这三角形怎么判断 你会看到,当然三角形一定是三边 那它的规则是三边 检查的方式是认两边的边长总和 一定要大于第三边 如果你两边的边长没有大于第三边的话 那不可能成为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三角形一定一定是这样 假设你三角形这样子 那第三边呢 比如说这两边的边长 假如说小于这一边的话 那最后一边长变成这样 小于第三边的话,它边长这么长 那当然一定没办法变成一个三角形 OK,所以这个规则它大概 所以就是要检查什么 它写 写就是说它的那个判断的结果 所以比如说像这边的输入1 5,输入5跟6还有13的话 然后它跟你讲说它这个不是一个三角形 反之输入三个1的话 因为每一边都一样 那基本上 那两边的边长相加一定大于第三边 那就是一个这个三角形 而且呢 它说如果是三角形的话 它要输出三边的周长 意思说把三边的长加在一起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撰写这个程式 一样 所以逻辑上面你可以思考 如果要输入三个资料 那理论上我们就是输入三个 所以输入ABC或XYZ 那输出的话输出一个 要不就是不是 那是这个 invalid 要不然就是说呢 你就是在输出的话 就print 把三边的边长相加 把它结果print出来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请各位试一下 也许你可以再开一个新的模组吧 那刚开始ABC我是建议 先不要看没关系 先写写看 写错都没有关系 真的 因为如果你假设有这个 经过这个过程 自己写错了 然后再慢慢修正 我想你这样慢慢会比较有感觉 也就是你考试的时候 会觉得会蛮有信心的 为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 什么都没有 要你自己写 OK 那你会觉得 其实 好像也不会很困难 OK 可能要踏出这一步 其实就这样 那像我以前写程式也这样 我刚开始真的就是 要求自己不要一直看别人的程式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很容易被别人的程式给框起来 因为你一旦看过别人的程式之后 你就跳脱不出它的框框了 你就觉得说好像一定要这样写才可以 后来发现 其实不见得 真的 有的时候你只要符合那个程式规则 有时候写出来比较有自己的style 相对的你怎么写就觉得 越写越 越自在吧 我觉得 OK 你就慢慢写出自己的一套 一套逻辑吧 恨知觉的 反正一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二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OK 所以慢慢尽量 可以自己慢慢揣摩 因为每个同学的程度不一 那当然我不可能说每个同学一定都是非常高干的 但没有关系 你如果程度假设比较慢一点的同学 我是建议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OK 尽量去想出一套固定的规则 比如说一看到什么 该怎么 像我刚刚讲 输入几个你就几个input 然后中间的话一定是逻辑判断 然后输出的话呢 输出几个一定是几个printer 那printer 应该写在哪里才是OK的 这个固定的 其实你会发现写的不是都差不多吗 所以我慢慢发现你就要抓到那个药领 如果这个药领抓得到的话 其实写程式我觉得 会越写越直觉吧 我在想 我的感觉 OK 所以我现在写程式慢慢 也比较有这个feu 可是也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训练 OK 试试看